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實盟第一線》 希望大家可以幫一下點贊、訂閱和分享 在約旦那裡死了三個美軍 那三個美軍是怎麼死的呢? 就是在敘利亞那邊有人用無人機射過去 約旦的美軍基地 至少三個美軍士兵死了 為什麼我說三個? 就是現在報出來是三個,但這個數字可能會增加 因為有三十多個人受傷 那美國的戰鼓就響起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美國大家都在搞總統選舉 共和黨那邊就在搞初選 初選那裡 現在就叮噹碼頭兩件事 一個就是特朗普 另外就是克利 這個克利是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現在他做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即是初選候選人的其中一個 這個克利很誇張 他說 在無人機襲擊事件發生之後 美國應該全力以赴去報復 他為什麼全力以赴去報復呢? 他是有理由的 他自己的老公是軍人 所以他是軍人配偶 他因為失去親人的家庭 感到心碎 他這樣說 即是失去親人的家庭 感到心碎 又是好像拜登那樣說 心碎 那拜登會說什麼 我會說的 那麼 這個克利就是政治攻擊 就說 如果 拜登對伊朗的態度不是那麼軟弱 伊朗就不會針對美軍的了 其實是不是伊朗做的 你說是伊朗下面的人做 即是伊朗支持的人做 不要說是下面 是支持的人做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現在也確定不了 在敘利亞有多方的勢力 在敘利亞那裡 又不是只有伊朗和俄羅斯支持的勢力 還有 什麼 伊斯蘭國 歐亞爾蓋達那些 那些 即是他有多方的勢力 究竟 是什麼勢力 即是有軍火可以射到 這個 美軍基地 死人 這個你也要調查一下 你不能夠立刻說 說肯定是伊朗做的 那麼 現在這個 克利就說 說死是伊朗做的 那麼 這個克利 他在南卡來羅納州 因為他在做勢大會 在做勢大會 就默哀 做殯儀之聲 克利 那又說一下 特朗普怎麼說 特朗普很厲害 無人機襲擊 標誌著美國可怕的一天 當然就是拜登 這個就是 拜登的軟弱和投降 造成的另一個可怕和悲劇性的後果 他就在他的社交媒體 他自己的社交媒體上貼文 就是這樣說 你說大不大鑊 這個是大鑊 拜登也大鑊 拜登和賀錦麗 他在襲擊的時候都發表聲明 就是 向遇難者家屬表示哀悼 美國就會繼續打擊恐怖主義 並且追究 邵氏者的責任 拜登之後在南卡羅羅納州 他在浸信會教堂那裡說話 這個就是 Brookland Baptist Church 在West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南卡羅羅納州 西哥倫比亞 他那間浸信會教會 那裡說什麼呢 他就說 向受害者表示敬意 呼籲大家密愛 呼籲大家密愛 然後他當然是有份密愛 拜登就說我們會作出回應 那 這件事其實 是什麼人做 現在 不知道是什麼人做 其實就是 是無人機 無人機 無人機飛過去的 那 地點其實就是 在 近 敘里亞邊境的 一個小型基地 那裡 就是 美國和 約旦 他有一個 一起 Joint Operation 叫做Advice and Assist 那 他就在那裡有個基地 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麼 美軍的防空系統 攔截不了無人機 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到底是什麼人做 其實現在是不知道的 美國一開始就說是伊朗支持的武裝分子 其實 是不是真的是伊朗呢 我的看法就是 你很難肯定是伊朗的 很難肯定是伊朗支持的 就是 美國他們已經咬死了伊朗 那 是不是真的伊朗 我覺得 是很懷疑的 但是 美國會不會借這個藉口 去移伊朗 現在是很難說的 這個真的很難說 如果他真的會去移伊朗的話 那 不要預料今年有息減 沒有啊 今年肯定要再加息 如果他真的去移伊朗的話 現在不知道 那美國的議員怎麼說呢 參議院的軍事委員會主席 民主黨的參議員 這個 叫 Jack Reed Jack Reed 他就說 對這次很卑鄙的攻擊 感到憤怒和悲傷 這些士兵的去世是悲慘的 我的心就和陣亡的士兵和他的家人同在 然後 Jack Reed 他就說 他相信拜登政府會做出適當的回應 那 眾議院那邊的軍事委員會主席 這個就是共和黨的眾議員Mike Rogers 他就說 拜登應該就 要 應該就 一早要求伊朗 為他們的代理人攻擊美軍負責 那 拜登他是不是真的要出兵 不知道 這個 真是很難說 究竟出兵的話要怎麼打 這個 現在又是一個大問號 那 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 Mike Rogers 他的說法就是 陣亡士兵就是為保護美國 和自由 做出了最終的犧牲 那現在 吹到這麼大了 那之後會怎麼樣 美國的議員 敲響了戰鼓 呼籲拜登政府直接打擊伊朗的目標 和他的領導人 那現在參眾兩院都有人這樣說 其實就是 參議院的共和黨領袖 他就呼籲 拜登政府要直接打擊 這個就是Roger Wicker 他要求拜登政府直接打擊伊朗的目標 和他的領導人 那 看起來他們有共識 參眾兩院是有共識的 那 這個是大領落 那走得快好世界 他就說 美國一定不會這麼傻 再一次去打中東 就是之前打反通戰 又被中國共產黨 偷偷復活 你別開玩笑 我覺得中國共產黨是有點運的 哈哈 是有點運仔 哈哈 哈哈 那 這件事 究竟 會不會導致更大的戰爭 是有可能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 很多人都在攻擊拜登 就是拜登的威懾政策 就是慘敗 因為拜登一直都不想跟伊朗 他只是不斷警告而已 還有 他們不是沒有炸伊朗下面的代理人 或者有伊朗支持的人 應該這麼說 講清楚一點 他們不是沒有炸伊朗支持的人 他們是炸伊朗支持的人 但是 他們沒有直接打伊朗的目標 現在 美國的議員就出來說 要直接打伊朗的目標 伊朗境內的目標 究竟 美國他夠不夠膽這樣做 這個很難說 這個真的很難說 現在這件事 正在發酵 之後 我認為很有可能 美國會動手 Terry Zhou說 打仗 油價又升 物價又升 是會的 孫圈媽就說 要香港有信心 議員沒有身 政府人工封底 還有 特首都要封 應該是這樣 不知道 香港的情況很難搞 但拜登就把美國軍人的死亡 歸咎在伊朗支持的激進組織 那裡 他們 仍然在搜集中 這次襲擊的事實 資料 但是他們就說 他們知道是伊朗支持的 敘利亞和 在伊拉克活動的激進武裝組織做的 這些行為 不知道之後會怎樣 幾個小時之前發生的事 你說美國發威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不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 他死了人 死了三個 美軍 是不是都死人了 那我就告訴你 他 都要告訴別人 他是壓得住牆 他不能夠 被人這樣 弄死了三個美軍 什麼事情都不做 他怎麼還手還多大力 不知道 我的看法就是 很有可能 是會很大力地還拖的 那好吧 算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在哪兒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快點 就好 快點 我們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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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